观众主目即将登场 四十个女人齐聚一堂 十二月十日起 每晚八点钟 中天综合台 沈春华我们秀 秀出我们的创意生活 五都领头阳心北市 307万选举人数是全国的最大票仓 也成了蓝绿的兵家必争之地 蔡英文这回是把全国竞选总部设在板桥 而蓝银则是推出助力轮来操盘竞选 蓝绿都很清楚 谁能够拿下新北市 谁就能抢得先机 选前最后一个礼拜 马太全力推荒北台湾 重兵部署新北市 近距离和选民短干锦 新北市307万选举人数 占了全台湾百分之17选票 身为最大票仓 蓝绿都清楚 谁拿下新北市 谁就掌握了胜利方程式 我们的三民房是民进党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最具指标性最重要的地方 是不是让专门可以在这里大胜 我们来吃大胜 我们新北市就过半 我们新北市过半 我们就赢了 好吗 好 拿新北定天下 蔡英文很有体认 她在这经历第一场大型选战犀利 就搅出漂亮成绩单 获得百万选票 开启迈向巅峰旅程 这回蔡英文把全国竞选总部 设在新北市板桥 要好好经营这块票仓 新北市的总统选情 形同蔡英文和朱立伦的延长赛 朱立伦这次当 新北市竞选总部的这个主任委员 她也有她的战术跟战略来领导 她只有她有这个经验 而且她是实际 公平竞争之下得到的胜利 我们尽心尽力 每一票都不能够放过 我们不是上线 我们只要我们全力以赴 蓝英喊出一票都不能少 2008年总统选举 马肖在台北线拿下135万票 大营谢苏佩49万张票 但前年新北市长选战 蔡英文只输给朱立伦11万票 让民进党对选情充满信心 朱市长的施政 在满意度的调查上面也是吊车位 然后在基层的里长都很反弹 我不认为她有什么优势 全国最大行政区 也是全国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 新北市这一只五都领头羊 蓝绿兵家必争 板块如何挪移 成为马菜 输赢关键